Hello,大家好,我是林燕秋 今天选了一盘非常非常精彩的对局 是09年致运会 深朋特大先手对许云川特大的一盘棋 这盘棋我看完之后 可以说颠覆了我对象棋的认知 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来,急进中兵的定势先走起 这个时候呢,红方冲中兵 按道理来说呢,黑方一般是走捕士 当然了,也有平炮打狙和回窝心马的 实战呢,许先选的是回窝心马 这个变化比较少见,也是想出其不意 下一步呢,准备平炮打死狙 职业棋手呢,肯定知道这个陷阱 他就曲线救国 进炮,打黑方的中族 你如果平炮打狙呢,我就打你中族 接下来不管你是非中像 还是把窝心马跳走 还是踩我的中炮 红方这个狙啊,都不可能被打死 那黑方呢,实战很有针对性 他先冲了一步三族 红方马上接受这个族 有吃先吃 黑方按计划平炮打狙 红方打中族一将 这里呢,黑方可以马踩炮 或者呢,补两个像都可以 实战黑方选的是补三项 他想下一步再踩中炮 然后呢,解放这个窝心马 但是没想到啊 红方不讲武德 提着十八米的大刀就冲过来了 直接弃狙砍马 我都愣住了 不仅我愣住了 许仙都愣住了 这开局十个回合弃狙 是怎么回事呢 但你说这个狙都到这儿了 你不能不吃啊 那就打掉 红方呢,还悠哉悠哉的过个中兵 真的是很过分 黑方呢,怀疑颜色 冲齐足 准备呢,在棋盘右侧发起攻势 红方不管不顾 直接上中马 全都没看见 黑方一冲 这里呢,打着红方的底下 红方得补 不过这个棋啊,要补七项 因为你如果补三项的话 棋盘右侧就直接空门了 红方补完七项之后啊 黑方马上平足捉马 这里呢,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是上马踩炮啊 但是呢,红方直接再棋一个马 我觉得是比较雌穷了 一高人胆大这种形容这种七鞠七马的棋呢 还是有些俗了 我们就往下看吧 黑方肯定就吃掉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还是得先吃 红方一踩 黑方呢,拘点兵林线 红方上马踩炮 黑方肯定把它夹住啊 红方平兵联手 黑方顺势再开一个拘 红方肯定得躲炮 这个棋呢 黑方暂时没有什么展开的思路 于是啊,他就捉了两部炮 来回了那么几下 那这个局面呢 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前面的红方弃居七马之后啊 明显有攻势 但是呢,黑方多两个大字 也不是说着玩的 一旦红方攻不进 或者说攻的慢一点 那黑方这个多则优势 立马就显现出来 这里呢,黑方应该平居赶炮 让红方这个炮离开之后啊 黑方的二路居呢 就能解放了 但是这里也要注意 黑方的二路居虽然解放 但你不能着急 你如果这个时候点到夏二路呢 红方有一个很妙的构思啊 大家不要眨眼睛 平炮瞄着黑方的底向 准备硬打底向 然后踩中向 双将绝杀 那黑方呢 那黑方呢,现在飞边向肯定不行 红方踩着中向 如果你随手把炮平开 那对不起 红方呢,直接马踩中向 你像飞马 我沉底一将,闷杀 你要是不飞 我双将绝杀 这个情如果黑方顽强一点 推举手 那也是不行的 红方有一部炮三机一打狙 你的狙呢 如果不躲 那红方就打回一个狙 有攻势 瓶子的情况下 红方肯定是盛势 你如果走狙 想要狙砍炮 那对不起 我炮打底向一将 然后马踩中向 双将 叫杀 你如果把中炮砍了 我踩你的炮卧槽一将 直接就闷杀了 所以说这个其实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种杀招 那黑方不走狙二进马点下二路呢 他应该先进两部炮 挡住红方平炮的条路 也防止红方的马跳进去 那红方可能要走一步编冰 不让黑方杀过来 跟炮 这样的话 黑方多子 红方有攻势 双方呢都可以接受 最主要的是 黑方的二路居啊 活动更加自由了 实战呢 黑方一看 这个编足啊 不太甘心给他吃 于是呢 他就先拱了一部编足 应该也是鬼魅残功 许仙的这么一个 本能啊 反应 那红方一看机会来了 赶紧开具一桌呀 然后这个炮躲一躲 准备鞠八进七 硬砍这个中项 黑方一看 吓出了一身冷汗 直接抬鞠保住 那红方看 不能进七了 那就进四吧 黑方呢 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 很好的思路 他就先鞠战类 红方呢 这一走得很稳 本来可以直接甩鞠过来 但是呢 他先补了个誓 先闻起后工人 黑方呢 继续鞠战类 准备死守了 走到这里呢 其实红方思路也是卡壳了 他就平炮叫沙 然后再平炮叫沙 然后再回来 又走了一个循环 一个呢 是思路实在是断了 第二个呢 是想试探一下 黑方 哎 有没有可能变招 果然啊 走到这里 黑方一看 其实我的鞠啊 走到这里是个量鞠 也不错 于是他变招了 后炮瓶酒 这一步平炮啊 本意是想打兵反击 但是呢 红方直接平鞠一桌炮 攻守兼备 手呢 是守住黑方的炮 不让他进来 攻呢 是直接攻击黑方的起路 黑方如果顽强一点呢 鞠砍马可能还能守一守 但实战啊 他就飞了不边向 这个岂不得了了 这个中向没有跟 红方呢 声东击西 反守这个鞠回去 捉鞠 这里就有点复杂了 听我细细给大家解说 黑方如果吃鞠 肯定不行 红方踩中向 双将绝杀 那黑方如果躲鞠呢 躲鞠也不行 红方呢 会先平炮叫杀 等你鞠回来的时候 他再踩中向 还是双将绝杀 那如果说 黑方就把这个鞠不要了 砍个马 对不起 红方的攻势实在太厉害了 下一步炮六平八叫杀 黑方呢 只能拘留金二 去跟一跟红方的炮 但是 红方还有一个砍中向 你如果硬吃炮 我就把你绝抽了 你最多最多 就是硬砍我一个中炮 我一吃 左这里啊 虽然说黑方有三个字 看起来好像是三鹰战旅步 但是呢 黑方缺相 还有个窩心马 红方有两个过河兵 这个棋呢 红方已然是必胜的局面 所以走到这里呢 黑方许仙 已经算到了 后续的这个残局 是必败的一个残局 所以呢 就直接投资认赋了 整盘棋看起来 真的太精彩了 一上来 二话不说连弃鞠鞠马 真的是把象棋下出花来了 弃子之后呢 红方利用 黑方窩心马的弱点啊 精准打击 黑方虽然白多一个局 但是呢 也无力防守 被逐步击破了 那我们看这个 酣畅淋漓啊 我们也要感叹一下 窩心马这路变化呢 即使是巅峰的许仙 也很难做到精准的驾驭 好了 那我们今天对局呢 就讲到这里 在这里呢 顺便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 虎虎声威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